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与恨在暖消 争与血在缠绕 雪与泪承载着荣耀 剪一晃 不让江山都飘 爱恨之间 总相抹这万世成缘 珍惜执念 就在一线之间 孤近浩劫 担求一生熬不两年 回首看一生红红脸 黑与白中暧昧 所欲对中徘徊 亏欲被隐藏着浩劫 云影下 细尽千花无悔 爱恨之间 总浪映着宿命誓言 正邪执念 转眼为飞烟 转眼为飞烟 下到之前 回忆我能轻易作弦 回首看一生红红的脸 一开始就要回忆我 一开始就要回忆我 好歹 你想干嘛 晴云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你放开 你放开 你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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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大哥 你没事吧 大师兄 你终于来救我了 怎么会是你啊 我们是来救你的 丁大哥 大师兄在帮我们争取时间 此地不宜久留 有人逞寨 站住 赶快走吧 走 快 大师兄 子英 你没事吧 怎么样啊 没事 走 快 子英 我扶你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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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等 别跑 不用再跑了 马贼已经追不上来了 来 坐 小张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毒烟啊 这么厉害 我师父给我的神仙酱 只要人闻到一点点 保证动他不得 连神仙也不会例外的 我告诉你们啊 光靠打架是行不通的 用了脑子不费一刀一枪 就把那群马贼全部见面了 你们别跟我看啊 过来帮忙啊 让你尝尝我张献饼的厉害 我早就看你们这帮马贼不顺眼了 你懂什么 只要这两个姑娘 我的计划就能顺利完成了 你来欠什么落呢 你抢抢名女还有道理了 让你尝尝厉害 算你运脚 没有了 我让你抢抢名女 我让你抢抢名女 我打 打 还有一个绝招呢 小张等等 他可能有苦衷的 他能有什么苦衷啊 这不是一个山贼而已 在山寨里面 你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清云 这种杀人放火的马贼 和他有什么好处的 大师兄 林天忆虽然抓过我们 但是 在山寨曾经帮我们解围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坏人 说不定另有隐情 你究竟有什么苦衷 说出来吧 诸位 果真是蜀山剑下 当然 我们是鼎鼎大名的蜀山武侠 你看看 一二三四 五 诸位 这是吸毒解药 二位姑娘 服下便会痊愈 应该没问题 来 神仙姐姐 清云 各位少侠 仙妾有诸多五位 还请各位不要见怪 求求你们帮帮我 慧儿的命 就靠这两位姑娘了 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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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慧儿 我本来并不是马贼 只是玉水镇一个普通的猎户 我有一个未婚妻叫做慧儿 我们两个 从小就青梅出马 一起长大 我从小无父无母 只有慧儿对我随好 我们早就定下了终身 等到她年满十六岁 就正式提亲 那小的床里登厅 发生了一件事情 恭喜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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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儿竟然被山寨的大藤家 马元龙给揉走了 等我挨到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天忆哥 慧儿出事了 她被抓了 什么 慧儿并不是月水镇唯一被掳走的女子 自她之后 自她之后 马元龙越发肆无忌惮 被她盯上的姑娘如一幸免 全被掳上了山寨 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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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元龙身怀妖法 所有人都拿她没有办法 为了找到慧儿 我跪在山寨门口一晚 终于加入了马贼 所有的马贼体内 都有一只马元龙打入的玉蝎 既是武器 也是制约 把手抬起来 身上有玉蝎的人 每个月都会剧痛难忍 只有扶下你自己的蝎底 才能完结 我一直在山寨中 寻找慧儿的下落 可是马元龙为人谨慎 她把抓来的姑娘 都亲自带走 没有人知道她究竟 把这些少女藏在哪里 我知道 此事只有从马元龙身上下手 终于有一天在她喝醉酒之后 她向我袒露了一个最大的秘密 大当家的 你本是齐天 我愿为你效犬马之劳 不管大当家的 需要多少压寨夫人 我都会为你找到 压寨夫人 那些姑娘 只是我练功的工具罢了 天忍 好好跟着我继续干 等我练成了双修神功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双修神功 大师兄 你知道这门功夫啊 这是天欲磨地的一门邪功 施法者需要集齐一百个原音少女 取天时地利 开弹设法 就可以增强功力 延寿百年 可是那一百个少女 就会被吸干元气 全部都衰竭而亡 大师兄 什么是原音少女啊 你觉得呢 哦 我知道了 马元龙这个混蛋 怎么可以做出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还有你啊 灵天忆 你怎么可以帮他一起抓人呢 还想把清云和神仙姐姐 抓去给马元龙练功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我之所以帮着马元龙抓人 是想尽早地凑齐一百个少女 我想趁着她开弹做法的时候 想办法把他们一起救下 所以你想求清云和紫莹来帮这个忙 灵天忆啊 你真是这么想的 你这么想 会不会太自私了一点啊 各位少侠 天忆自知这么做十分自私 内心早已煎熬无比 可是 马元龙奸华狡诈 这是我找到惠儿唯一的办法 现在万事俱备 就差最后两位姑娘 就能凑齐一百个了 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要等到下一次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惠儿他们被关在山里 还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我们跟你走吧 我们蜀山弟子守护苍生 义不容辞 对吧师姐 我 你该不会是害怕吧师姐 我不是害怕 是下山的时候爹吩咐过 让我们尽快找回神剑 不要多生事端 可是掌门说过 让咱们见死不救吗 我 清云 紫莹也是不想大家出什么事情 林兄弟 我非常佩服你的胆色 但是要两个姑娘当幼儿的话 实在太冒险 我绝对不会同意 大师兄 我们还有任务在身 赶紧走吧 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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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可能你心里面 觉得我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但是自从你们被拐走的那一刻开始 我确实心里面心惊胆战 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你有危险 你是在担心我啊 你说呢 我就说嘛 我的丁大哥 绝不是一个这么冷血的人 丁大哥 你以前一直都很乐观的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顾虑啊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啊 我不是在担心 我是害怕 在我刚被救上蜀山的时候 我身边什么人都没有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所有的事情也都忘了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怕 因为我就这一条命 但是后来 有了师兄弟师姐妹 有了小张 有了你 可拥有的越多 我就越怕失去了 我怕失去你们之后 我会很难受 所以我不想你去冒险 我不想失去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 丁大哥 我知道你关心我 可是 林大哥也失去了关心的人 我认识的丁大哥心地善良 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至于我嘛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自小师父和掌门就说我机灵 马元龙再怎么猖狂 见到我也只有吃亏的份 难道你一点都不怕吗 有你撑腰我怕是吗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子英不肯去 还差一个姑娘 放心吧 我呢 已经想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 好办法 mania meu 这还是你心疼我呀 现在还有谁 也只有你 愿意来见我啦 淼漫isé兄 dopamine 这次啊 你闯的祸太大了 所以他必须严惩 拟井效尤 不过你放心 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他一定会安排你 再回天蒙峰的 到时候 我还不愿意回去呢 这降魔塔 是我们蜀山镇腰的地方 也是我们蜀山 最清静的地方 我在这儿 待的是自由自在 也不用看谁的脸色 也不用 受谁的管束 想打架 这是妖怪多得是 我这唯一的遗憾 就是不能常常见你 他罚你镇守抚魔谷 但是他并没有罚你不见我 你的意思是 你放心吧 先来无事之时 我还是会带着酒 来看你 这酒啊 就用不着了 我就是和丁眼这臭小子呀 多喝了点酒 一时心烦 放了欲无心 才发生如今的事情 后悔了 后悔 我妙医会后悔 只不过我跟这丫头啊 交过心 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而且她也答应我回去劝说吕袍 改邪归正 只可惜呀 人算不如天算 还是我其差一招啊 没曾想这一个误会 竟然让玉姑娘 成了我们蜀山的死敌 都怪丹臣子他们 太过于冒进 也不给人家解释的机会 谁又能知道呢 如果没有相处过 我也会对那魔宗的人 毫不留情地出手 这人哪 有时候看事物 就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 世间万物 表里不一者太多了 就算是眼见 也不一定为实 老天爷啊 就太喜欢跟世人开玩笑了 少有人可以事事如意的 只怕老天爷啊 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大了 我只怕玉丫头 会走上她爹的老路 你想想 丁颖和玉丫头 他们的缘分未尽 这场误会 就怕 把他们之间的那种 来之不易的情分 给毁了 你放心吧 丁颖啊 是我的徒弟 相信她 一定是有办法应对的 这玉姑娘啊 无意之间在这个伏魔谷 发现了肃音和上官警 我来往的书信 我估计这事发突然 她没来得及带走 你呢 替我去伏魔谷走一趟 把那些书信给收起来 你想想 这些书信 这些书信 可是她爹娘 唯一给她留下的一点念想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保管她 来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宜 素颖师妹 你这又是何苦呢 生当父来归 死当长相思 锦我师弟 这首诗 是素颖最喜欢的一首诗 曾经我不喜欢 因为她讲的是一对夫妻离别 却不知道从此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再相见 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现在这首诗 就像我跟她之间的写照一样 生当父来归 死当长相思 锦我师弟 师父当年 担心你会因为执念而误辱歧途 可如今 二十四年都过去了 你仍然还是放不下吗 杀气之仇能说忘就忘吗 人生最痛的 莫够于生离死别 可你鼠山却让我两样都占权了 现在让我忘记 我能忘吗 可玉无星是你的女儿 你就忍心让她因为你复仇的执念 去欺骗去杀人吗 你就不怕你的手上沾满了她的血 俗英师妹会怪你吗 你别忘了 这次打伤我女儿的 是鼠山弟子 你的徒弟丁颖 既然你提起来 那我就好好地跟你算这笔账 替玉儿出出这口气 直发了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别白费鼠鸡了 丁颖早就下山了 还想要吃葷石 是啊 丁颖既然已经下了鼠山 再盯着这里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得尽快把这个消息给警王送出去 等一等 独妹 警母 你是不是不舍得我来救我的 这帝不得久了 走吧 不如我们两个联手 将鼠山杀个片脚不留 不必了 我自有我的安排 走吧 我刚才 受了点伤 用不了轻功了 快 有时 我们真的没有往外传过任何消息 我们不是什么奸细 我有很多方法让你们开口 也有很多方法 让我们闭嘴 你们最好想清楚 小楠 既然我们走不了了 那我们就死在一起 别怕 有我在 想死 简安 别住手 幼时 想要等我的人 是否要跟我说一声呢 小姐 宗主不在谷内 宗内事务已经交由属下处理 还希望小姐不要为难属下 哼 我若要为难你 你还敢拦我吗 拦我 来人 把他们带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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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南之错 小南只是想和阿坤远走高飞 小姐不也想和那位属身少侠远走高飞吗 要滑就放我吧 小姐 身为一个男人 我愿意保护我自己心爱的女人 若小姐能放过小南 属下愿一命陷罪 可你让他杀不过 你并没有改变 这些人果然是无息无情 你们起来吧 我带你们出去 谢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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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护得了他们 可是谁来护我 宗主其实一心护你 只是你看不见罢了 照属下的性子 绝不容许宗内有人盼到我 小姐今日所为实在让属下难办 她行事如此狠辣 她这样的人 身边却有如此忠诚的人 我还真是没想到呢 小姐更想不到 宗主当年 愿意无条件地对属下舍命相救 就是这样 才会让九毒义无反顾地为宗主效忠 可是 她却推自己的女儿出去利用 小姐你好好想想 你在秀水村域县 宗主马不停蹄地去寻你 你在折仙潭坠崖 她更派了大队人马去找你 你被蜀山弟子围攻 宗主得到了消息 立马令属下和无鬼前去接应 虽然属下不知道宗主 为什么要小姐去执行这些任务 但属下看得出 虽然宗主嘴上不说 但是她心里 却时刻都牵挂着小姐的安危 那我爹 她现在人在哪儿 前日出发 独自去了蜀山 宗主不忍心和夫人的树心 就此遗落在蜀山 小姐 恕属下多言 一个看似温柔的男人 却狠心杀你 和一个表面冷酷 但心中有情的爹 你选哪一个 宗主很快就回来了 请小姐保重 来 爹 你对娘一模轻身 对属下事已重恩 可是却为何 唯独对女儿 如此残忍 公营宗主回谷 恭喜副宗主功成身退 这次你保住了山中人的身份 做得很好 你连夜上山救我 这本心意 就算我为你做多少事都值得 我明白 我在你心里 还是很重要的 对吗 你也累了吧 九都 在 来 送副宗主回方 是 锦武 副宗主 请 等等 我在蜀山上打听到的消息 还没来得及告诉锦武 丁颖已经偷偷下蜀山了 不用 宗主早就知道 什么时候的事情 山中人早就给宗主送了消息 而且宗主 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九都 你说 宗主对我是真心的吗 说蜀下多嘴 宗主这次去蜀山 并不单纯是为了救副宗主 那是为什么 小姐对蜀下曾经提起过 宗主以前跟夫人留下的书信 都还在蜀山 宗主死去 多半是为了拿回那些书信 不要再说了 退下 属下告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那个贱人 他哪怕是死了 井我心里面还是有他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连个正眼都不看我 为什么我连一个死人都比不过 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想到 你 为什么 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 为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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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听爹的意思 定应该没事 你又开始担心他了 我被你打成这样 你关心一下我可以吗 你没有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播遇回这个老狐狸 居然偷偷将丁永送下山去 终有一天 我一定会找到丁永 亲手将赤魂石拿到手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完成 二十年前 没来得及做的事 解法为夫妻 我一定会找到丁永 我一定会找到丁永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天忆呢 禀告大当家 林天忆恐怕是死了 前两天树山弟子闯入山寨 林天忆就带人追了出去 恐怕是凶多吉少 大当家的 昨夜这两位姑娘被劫 我追了一夜 终于把他们抓回来了 如今一百位少女已集齐 大当家的可随时开谈作法 炼成神功 好 你做得非常好 大当家 您可得小心林天忆这家伙 那两个姑娘对你主动的那个 可是被调过包的 被调包的那个姑娘 你认识吗 这个小的不认识 可小的知道跟先前的不一样 我倒是认识 一个区区小混混张献饼 因为脸上磨了点胭脂就能骗得了我吗 狗马与龙想得太简单了 不过 大当家 跟他们一起来的可是蜀山弟子啊 蜀山弟子 看到没有 这赤星百炼猪 能操纵草木 幻化天火 再加上有一百名园音少女 主炼救神功 到时候区区几个蜀山弟子 就算得了什么呢 大当家本是惊人 恭喜大当家 兵爷 你怎么了 没事 好像赤魂是有些异动 大师兄 方才那红光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两国少侠 情况怎么样 一切都安排妥当 明天开谈作坊 小张兄弟被选为投机 会被马云龙第一个送上祭坛 那这么说 他和马云龙距离最近 没错 我在山寨院子的四个角落 都藏有兵器 还有跟我一起混入山寨的弟兄 都会在四周守候 等孝章兄弟打马云龙一个措手不及之后 我会发烟火为耗 然后我们兵分四路包围计谈 断了他的生路 你放心吧 只要大家齐心同力 一定能够把他们给救出来 走 快点 快走 快走啊 快走啊 听听什么呀 快点 快点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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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也没有听见 待会儿开谈的时候 我们的人自然会行动 你悄悄地 把这话传给大家 待会儿千万有镇静行事 不要乱跑乱叫 好 我们一定会互劝周全的 好 去传话吧 把头记给我带上来 这两位小哥慢一点吧 真实的讨厌 好啊 看看 来了 头记给我火焚祭天 马月龙 你不是要练双修神功吗 我可没兴趣 跟男人练什么双修神功 张献饼 马月龙 你想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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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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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泪沾湿了大海 我真的很无奈 过去的承诺不能够实现 还要多等几百年 让爱永远在你心中 在万世中所有也停满承诺 不能忘记的承诺还有你的轮廓 一起走多孤独也不放手 好想把你拥抱入魂 用双手拥有宇宙 明白爱不能重来 不要泪流下辈子 换你自由放手 流的血不过是一顿 我不会去等夜 无情的世界吞噬了誓言 爱恨划破了长夜 让爱永远在你心中 在万世中所有也停满承诺 不能忘记的承诺还有你的轮廓 一起走多孤独也不放手 放手 放手 微信他 放手 阿 无快 微信 ucz 无快 阿